在市面你也可以看 整個台中七奇的好在群 第一次有這麼Q千的酒吧 嗨 大家好 我們好想去Tara 對 今天是個超浪漫的企劃 因為我跟Tara要帶大家去看夜景 其實景觀餐廳一直都是很熱門的 像是約會 聚會的行程之一 而且近幾年來的景觀餐廳 都越來越厲害 他們不只是看夜景 然後他們還結合像是可能 泡湯啊 然後燒烤啊 甚至還是酒吧 讓大家有更多選擇 所以我們今天就精選了 四家台中的景觀餐廳 讓大家看看除了看夜景以外 還有什麼變化 這四家都有不同的特色喔 第一間來到的就是位於台中厚里的 新月大地 然後這邊最大的車車就是 還有露天泡湯區 它從路口旁邊有一個階梯 也是可以用走階梯上來 這裡還有泡腳區 好棒喔 好棒耶 對 就這裡 它是新月文旅 就是這邊有地方住宿區 那怎麼還在網路上查到 有人在這裡辦戶外婚禮 可以 這裡真的很大 而且那個是什麼動物在叫啊 會叫你 好 我又沒幹嘛 有看過人在離這麼遠在餵魚的嗎 嗯 我們現在又要去另外一個地方 一個平台 然後可以讓你上來 然後坐著 可以在這裡吃飯 可以在這裡看景色 自視風格加巴黎島那種南洋風格結合這樣子 有一點 好那我們現在要去泡湯了 建議大家這麼可以早一點來 它可以一次有很多種體驗 反正都懶了嘛 我們現在要來泡湯了 然後它價格是另外收費的 然後有分成人小孩 平日跟假日 走 泡湯 進去前先洗一下腳 好溫暖的 因為很燙 慢慢下來就蠻舒服的 晃耶 對啊 愛動天氣 天熱 可是它不是那種熱到 會讓你一直冒汗冒汗的 那種天熱比較不會熱 空氣流通是不是 哦 不被瞞住的感覺 而且啊 剛剛看它旁邊還有像什麼 霸池啊 燈氣室跟烤箱 它外面是冷的 我們開始會輸的去泡湯 好 一二三 走 好冷喔 救贖 你有沒有覺得每一次 湯到水都會真的不動 我們去吃飯 我們去吃飯 耶 我現在已經來到用餐 來景觀餐廳的時候 我喜歡當然是坐在戶外 對 因為我想要看葉晴 你看怎麼那麼漂亮 大家白天拿來怕是看得到火焰山的嗎 哇 那這樣大家就要從早上等到晚上 假日的時候還會有駐唱歌手 我這個是墨西哥香腸辣味義大利燉飯 這個燉飯補辣 酸辣酸辣的感覺 我這個是泰式紅咖哩牛肉定食 不會辣 台式你長大了不會怕辣 台式你長大了不會怕辣 不要辣 那你吃那麼好辣 而且這個牛肉超嫩 你吃看看 因為我拿到剝皮辣椒我最喜歡吃辣椒 對 後來溫泉在這裡吃東西太享受了 然後還有水果甜點跟沙拉 然後旁邊還有一個 溫泉桃子烏骨雞湯火鍋 裡面有半支烏骨雞 好厲害 真的是半支烏骨雞 它有一個胡椒的香 然後我覺得很鮮 好嫩的感覺耶 就是很輕鬆 又可以把它煮到燉 嗯 泡完湯才再配個雞湯 好好吃 好好吃喔 感覺對自己很好很普 剛剛去泡澡 然後還喝雞湯 跟過多菜 這是這裡的必點果汁 火龍果果汁 這看起來是超級真材實料 你看它的顏色 我得到果粒耶 是杭菊茶 看夜景晚上這樣都會涼涼的 喝熱的會喝水 嗨 我們現在吃完了 哇 好飽 因為它這裡有種植 雖然是假的 但是晚上看起來還是蠻漂亮 很多人都會在這裡拍照 其實我覺得整體來說 新月田公司不只適合情侶來 帶爸媽一起來啊 帶小朋友一起來也都可以 或是什麼團體旅遊啊 也很適合 因為它場地很大 然後能做的事情也很多 因為它就距離後裏 加入到接下來就不用多久吧 早上去凹累買一買啊 黃昏晚上來這裡吃個東西啊 然後去隔壁新月文旅休息 喔 很會安排喔 你自己游就這樣子決定了 可以 都幫你們拍好了 好啦 那我們趕快去下一間吧 走 嗨 下一間我們來到的是 位於台中老五層購物中心頂樓的 Frank Frank他是從台北新區發跡了之後 是一個時尚奢華風格 一進來你會發現它有很多個包廂 對 它就算是一區一區的座位 那我覺得它給人感覺很像那種 泰國曼谷的那個sky bar 比較時尚的夜店跟酒吧的結合 做一整面的落地床 在市面你也可以看 整個台中七齊的豪宅群 對 如果你買不行沒關係 我們要看燈 還要跟大家講一下它那裡有一個燈 其實我那時候看照片 我都一直覺得它是一個人 妳要學它動作嗎 這樣子 應該沒辦法喝太膿了 然後又水裹的甜甜的 就是它現在沒有把燈全點起來 如果全點起來 你們超美的啊 太動了 我都在選 我都在家的沙發好看 如果你租金寫話要窗臉老好 不然你在幹嘛 都會Frank的大家看光光了 這也怎麼溫溫的 好酷啊 後面是寶箱區 寶箱上就是要預訂 然後會有低銷 車籤這裡是先搶現 不用定位 第一次有那種車籤的酒吧 這邊就是他們戶外的吧台 其實說那天有開放的話 其實也可以直接在戶外點酒就好了 好啦 我們現在就是我們點的酒 跟餐點都全部上來了 Farian Bubble 它就是以白酒為基地 然後有莓果 然後還有優格酒 他們都女生都蠻喜歡的 沒什麼酒味了吧 它的酒酸酸的耶 然後有玫瑰 一點點玫瑰的味道 因為我就不太懂酒 我也不常喝酒 我就會問她說 欸最配那個酒是哪一杯呢 我這一杯是 Drumming Lady 很鳳梨嗎 很Online嗎 嗯 它這個也是酒長的那麼重 很清爽 而且它那個種類也算蠻多的 它那一杯 它一直想要吃 然後我一直想要跟它講話 我們這是車子雞球 這是松露薯 裡面的肉有點檸檬味 肉超嫩的 這薯條很好吃 它的松露是在這個醬裡面 這是海鮮義大利麵 海鮮的量很可 蝦子很好可的 其實魷魚跟中間很不會分 看起來會被拿去賣烤魷魚 就是魷魚 很妙有個九層塔 香味超濃的 而且它麵是比較有餃子 因為它不會煮得太軟 它有餐點 油好喝 汗的也好美 嗯 好 我們來做總結 我其實真的很喜歡這間 就它的氣氛很好 很適合那種三五豪雅 姐妹們就是來這裡小酌放鬆聊聊天 而且我覺得 真的很像曼谷的Sky報 換你趕快來這裡 就是那氛圍一定很棒 對 因為這裡老虎城跨地會放煙火 所以你如果坐在這邊就是一個 搖滾區 真的是推給大家 那我們就前往下一家 再來這一間是位於沙路的 黑森林景觀餐廳 然後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它 三角形的玻璃清水墨建築 所以它剛開幕的時候 就引起非常大的轟動 超多人都來朝聖 算是蠻寬敞的 有室內區跟戶外區 它座位好多喔 這邊就是有一個像小包廂的感覺 喔 有趣喔 然後再拿一杯酒好了 對 又要酒 好漂亮喔 就是用很多的木條交錯 然後讓整個空間其實更有設計感 這邊就是用餐區 用餐區之外還有二樓 二樓的觀景台 我們現在就是要走上二樓 欸 上面好漂亮 雖然有個很棒 有一點是它這邊沒有太多的高樓啊 就整個很遼闊 那我們餐點上來啦 我們又不小心點太多了對不對 我這個是雪花牛昆布 我是泰式海鮮總會義大利麵 其實餐點總會非常多喔 然後這邊還有點一個披薩 我先吃這個 滿重口味的 它是很飽的那種披薩 我喜歡 怎樣 它的蝦子是鍋好了 然後我們還點一個炸霧山蟲丼 就是還有脆補雞塊跟甜不辣 它炸起來很酥脆的 然後我直接吃我的鬆餅 脆皮的那種鬆餅 吃奶蓋子喔 對 喝啤酒 那這樣可以點這個角度自己再喝酒 奶蓋 我想喝奶蓋 那奶蓋賢錢 不是現在那種吃是奶蓋 是我喜歡那種奶蓋還有冰奶蓋的 好 那我們就要認真把這些吃完 等一下吃完之後呢 再出去外面看夜景 我覺得黑森林啊 就是從建築外觀到它的室內裝潢 其實都是滿有設計感的 所以都滿好看的 其實這邊離海還滿近的 可是我們今天 包括什麼吃完飯之後就整個起霧 現在整片霧萌萌的 所以還是推薦大家在黃昏的時候來 好啦 那我們就前往下一家囉 嗨 我們現在來到最後一間 位於沙路的好膽女籃 它主打的是露天炭烤吃到飽 平價又吃到飽 因為品質沒有很好 會有點懷疑 對 但我跟你講 我上網查平價的時候 就發現對它好皮有價 它是很便宜 然後它實在有點新鮮好吃 平日的成員就428 它也只差30塊而已 一進來的右邊 這裡就是兒童遊樂區 爸媽在那邊考 然後小朋友在裡面玩 它裡面其實座位區滿多的 這邊 然後這邊 都是座位 它那種好像比較local的景觀餐廳 可是它也是有一些 讓你拍照的地方 像那個大椅子跟那個風車 Para比利池來了 表演下來 哈哈哈哈 好 我們再往前走看一下 突然一進來那種很想要動的感覺 音樂就很歡樂 這是一個小小的景觀台 可以看夜景 我們現在要去裝我們的食物了 它還蠻貼賞 它熟食區跟生食區分蠻遠的 就等於說你拿的時候不用在那邊人擠人 而且它的盤子也有分生食跟熟食 種類很多 比我想像中還要多耶 我看這個盤子不夠我們裝的 那我們去生食區看一下 生食區 它真的整理得超乾淨耶 對啊 你們看它的醬料 它的醬它就這樣分一格一格的很方便 豬肉 豬婆片豬厚片 因為海鮮準備也很對 它的生科就是 大家都是那個 網工魚港那邊直接送來的 所以很新鮮 好 這裡也都有鋁箔子的那個烤肉刷 它有烤棉花糖耶 這今天太好酷啊 這樣已經在烤我們的肉了 迫不及待 然後等一下 這是這裡的重點 鹽烤烏鍋魚 我們Tara最愛吃了 等一下老闆會幫我們把它變好吃 之後再送上來 我剛剛已經偷吃的那個烤雞 很好吃喔 我覺得它這邊的氣氛 真的營造的蠻好的 重點就是我覺得 它可以把它蒸裂 那麼乾淨 結果就蠻難得 而且我現在地上都沒有看到垃圾 很鮮嗎 現在有沒有背景音樂換呢 因為我們的駐唱歌手來了 他們這邊五六日都會有駐唱歌手 然後我們的鹹桌烤好了 我覺得是鹹的很剛好 它不會很死鹹 我們點歌好啊 確定跳嗎 對它唱 對它唱 你說的 快一傳 老闆 就在旁邊 讓我別人我 好難過 這一句幫我唱 來 你不要唱 你長得像有uncle 水 看 吃一朵 情感還有為我一棒 再配個太適合 啊 你 阿咩 這話 blij 你長得像我uncle 你 長得像我uncle 日前天還沒辣包 我以前就覺得它本來就有一點甜甜的味道 那我們把我們桌上這裡吃一吃 等一下再去看個夜景給大家聊聊天 這邊好膽你來啊 就主要就是CP值很高 因為它食材準備很多 然後那些升級也都很新鮮 環境也都整理得非常好 所以就是很適合團體聚餐 今天介紹的是一間不同的夜景團體 每間都非常有特色 不管你是想要什麼浪漫的約會啊 然後熱鬧的聚會啊 甚至是朋友間的小酌 更甚至你想要辦婚禮然後入營 你們都沒在從這幾天去做選擇 而且現在 跨年跟聖誕節是不是也要到了 也都很有過節的氣氛 你就可以從這裡面跳出 你們自己比較喜歡的 然後趕快朋友圓圓出來玩啦 那我們也在這邊祝大家聖誕節快樂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喜歡我們的話 記得訂閱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啊 想想看我們去哪裡過節的話 應該留下跟我們說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